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今天再對電視臺違反廣播電視法開罰 民視的夜視人聲 因為部分情節太灑狗血了 違反了分級規定 一共被罰了一百二十萬元 另外還有中天的新聞臺 娛樂臺 以及民視 臺視 中視等等的多家電視臺 也都被開罰 相當受到觀眾歡迎的民視夜視人聲 被NCC開罰已經不是頭一次了 這次因為在二月份播出的內容 有演員將狗的飼料 灑在另外一名演員身上 讓大狗來吃 之後又有演員被捆綁在沙灘車後 拖刑了將近一分鐘 出現了普及不該有的內容 違反了節目分級的原則 被罰了六十萬元 另外三月份又出現了激烈扭打的畫面 再度被罰了六十萬元 不過由於民視電視的執照即將到期 正在向NCC申請換照當中 所以這次的紀錄是否會影響到 他換照的結果呢 也引發外界的關注 給關注 好